大家好,還是星期四 跟大家講講蔡英文訪美 下午才罵完馬英九 其實馬英九很奇怪 重要性來說,馬英九不會引起戰爭 死狗一隻 馬英九是一個過氣的政客 前總統真的沒什麼 等於前總書記 沒什麼重要性 甚至不會做 你老共的前總書記的前領導人 不會出國的,不會做外交 當然,他還有一個黨 馬英九 國民黨就準備很快去選 那你捧他呢 好像捧國民黨 是不是捧到呢 這是問題 歷來的政治操作 老共都是輸給民主黨的 即民主黨 你不理會什麼論述都好 公道不公道好 是不是亂講 他是掌握台灣人的大多數 當夜市的情感 任何國民黨做的事都扭曲 沒有什麼扭曲 即是他解讀為出賣台灣人 未供 中共還是會吞勢 中共經常都說要吞勾 或者要打散你 這樣 侵略台灣人 他是解讀成為這樣 將它推動到去 從而令到他繼續執政 我們同意台灣大多數 現在這幾年民進黨都不是做得好 他不見得比國民黨好 比如跟香港一樣 有大班公務員在 那班公務員 其實就決定管治的情況如何 跟著社會貪不貪污 台灣也有的 貪腐這些事情 人工不是特別高 比香港差好遠 所以問題是多羅羅 包括軍人也是 經常聽到 走去投落拗夜 一退休都是窮之過 國家窮 但是他的軍備不差 在世界排名 十名之內 台灣應該是 軍力 十名可能沒有二十名 你算戰艦戰機多於英國 你不要 國防實力可能沒有英國 對呀 他戰艦好像是多於英國 戰艦都是三百架 三百架 飛彈多於英國 所以他按照稱 他未必有軍力 有一個一流的中等國家的軍力 台灣現在 所以是有些抵氣的 所以有時 雖然他對著老共 就似乎很害怕 不算美國參加首日 就打台灣 你能否順利打贏呢 你看俄國打烏克蘭 這個計劃 喂 真的 差大幾倍 一樣的 現在老共表面是大過台灣二三十倍 是吧 國力 但是 真的打起來兩回事 好吧 這個軟了一點 問題是你有這麼大的勢力 影響力 面對蔡英文出去美國 見這個 講明了 現在會見麥卡錫 他第一天出去 好像也有十天八天 接著他回來的時候 就和馬英九一起回 就特意叫了馬英九去大陸 搶他的新聞 其實我覺得 老共好像少少 你要這樣看好像很厲害 但是他好像又是拿捏都不知道怎樣 既然是利用馬英九去沖探蔡英文往美的新聞的影響力 在台灣來說 你問我 我看台灣新聞留意著 我覺得他有這個作用 至少鬼殺人吵都罵我 我罵你南綠之間 台灣 你起碼衝淡了蔡英文去那一面倒的包容 除此之外有沒有實質呢 台灣人怎麼看呢 台灣人怎麼看 就不如我們怎麼看 因為我們是客觀的 是 當局者迷 台灣人 喊吵架 喊來喊去 你在民進黨來說 之後控制一件事就行了 最終投票肯定是多於你 就繼續執政 是吧 就事如此 台灣人似乎不是太滿意民進黨的執政 等於當年不滿意阿扁的執政 所以選了馬英九回來 但是 沒有呀 國民黨不行啦 始終又被民進黨蔡英文立關 蔡英文是個計算都很精明的人 他不會繼續掃的 他現在沒有繼續掃的 但他基本上一頭趕到老美那裏 就是事實來的 那兩個因素的 你要看他吃著的勢 即是 他是民進黨 他是喜歡搞台獨的 那你就預了他 但問題是勢不在自己的地方 強行來 又很危險的 最好就是老美又希望你搞 你又想搞 而老共還未自由得到你 還有一個空隙 有這個空隙 就是兩個大國 本來你講的是 陳水扁的時代 陳水扁很著意的 但美國就按住他 喂不要呀不要呀 那個態度是 因為不符合美國當時的政策利益 而是陳水扁硬硬想推 推了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 但到今天反過來 美國想推 反而台灣要小心點 不要過度興奮 反而蔡英文我真是欣賞他 拿捏得準的 每一步都是實際利益 是 實利的 比如你說 洪多拉斯不要就罷了 節省二三十億美金 拿來買武器 在他來說 這樣就實際 跟著沒有了就罷了 擴展空間 現在還說雙重承認 最近 我不知道他的理解是怎樣 沒可能的事 但不用承認 你不承認是怎樣 大家最重要的辦公室有簽證 台灣護照照樣去到 中華民國護照 當然 現在他們在爭論 究竟那個政統是怎樣 應該叫蔡英文去美國 馬英九都叫做 免贏免贏免贏 都說自己是中華民國總統 勉勉強強 蔡英文去到這 要說中華民國總統 就得鬼行彩 你看蔡英文 他大約現在的做法 他的臣主牌他不會扔的 暫時都未到扔的時候 究竟他扔的時候 你猜他不會 哎呀我還疼著中華民國 我還是黃人 黃年子孫 採你這些傻 他是日本人 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本位 也對舊宗主角 日本有感情過 中華的 遞制那些 除了因為用中文 台灣以前是和國民黨做過幾十年當權 強行將歷史移植了 不要說強行 台灣人是重視自己的歷史 香港人也是重視自己本土歷史 現在都重視 以前就不是 以前是共同 以前反為英治時候 要拿回中國的歷史 現在就反為香港人尋找我們的歷史 和英國人的親密關係 重視這些事情 老共不高興 不高興也是這樣說 老共當然不高興蔡英文 要是親日 問題就是 他親日便多於親中 別說 就這樣 現在他還沒做到 但是 文章黨再執政多多百年 四年都大劑 這四年可能是黃金時期 中国向下走可能是挑衅打仗就是这四年 美国好看我就不能够预测 现在想不到民进党一定会执政多四年最少 第一台湾民意不太清楚 第二不太清楚是一定会倒向国民党求和派 不会 未来几年美国全力卡和押中国的发展 中国就会逼着走向俄国朋友做生意贸易 经济圈就逼着走向西方拆开 究竟它拆开之后更繁平还是怎样呢 你不预计更差已经很难得很难得 即是说我做不到A军生意就B军生意 做不到什么做多些俄罗斯生意 第三世界非洲买丁美洲可能还亏损 但是总之我不至于搞到经济 你不买我的东西我就没生意做 我就停了 他现在是努力转型 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经济很差 大陆经济很差 但是又不是差到开始肚子肚子那样东西 他是努力转型 这个时候有没有条件打仗是最难的 这个事实来的 你不是打仗是打实力的 你看俄国就知道 其实俄国本身很强的 底纸是很厚的 现在也是的 地大密波 真的地大密波 中国都地大密波 中国只有十几亿人 他只有亿多 所以你差多远 他的资源分给人民的时候 他的实力多好呢 他一兴起就很容易兴起 俄国 苏联 现在你看 蔡英文去美国 敏不敏感呢 敏感退 为什么呢 你只是比较他和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执马英九 马英九是过气的 过气他没有影响你 去到中国就不知道找哪些人见他 结果要对等 结果都是找部长见他 部长见到这些 是最重要的 是最后不期遇的 宋徒新兴的部长 他应该见到一些 中国的领导人 以前见过的 是吧 走的时候见 才为止对等 我今天一时说不出 王岐山 例如 他是人大委员长之类 类似国家主席的级别 都不能够给他这个礼遇 他为了什么 你令台湾人有多开心 见到你 见到疑打鹿 回来没什么面子 但是美国 就找个议长见 议长是现任 现任 蔡英文 还没下台的 他还是现任总统 三军总司令 两个都是现任 重要的 宪制上的重要人物 他们正式 你说他不其遇 他不是不其遇 正式会见 其实这个格调是很高的 这个格调远远高过 960里 李登辉去美国 他那时候说 我回到康纳尔大学 探一下 探一下武校 好像是过境 然后就 在大学乱讲 又没见过什么官方的人物 现在 你说是不是官方 他不是政府的人物 麦卡锡是 建制里面第三位的人物 而且是 现在的 他不是 拼到屎 如果见到 找到 拼到屎 就是 最后一扣 那就没所谓 现在不是 他已经见到州长了 如果他见到州长 就是 麦英九 的级别 见到那个州 应该是新疾西州州长 将会在洛杉矶见麦卡锡 当然了 我们有些 华调 台湾那些 乔包 跟着那些大陆佬 走去 示威 显示 民主国家的 包容 这个 没有意义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再说 国共之争 国共争 国民党和共争 国民党和共争 不关我们事 不关台湾人事 现在是台湾和 老共之争 是红星旗 和那只 青春的白云本尼虹 代表台湾 不是再代表 中华民国 采文这几年 人们数过他的就职演说 就职演说 比例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讲四次五次 台湾 然后讲一次 中华民国 当然这个招牌还是中华民国 是独立主权 这个招牌就不能丢 但是 你看他 讲一讲一讲就变了台湾 所以甚至 他不紧张 说你没有太帮交 中华民国忘了 忘了他就说 我们叫台湾 然后就跟别人建交 用台湾的身份建交 最近还有些说法 有双重承认 以前是大家认正统以后不认 中华民国没有 你老公最擅长就是 我拿你的 外岛 或者是拿你的太平岛 南海 你拿南海太平岛 拿给我看 不是他的问题 不是台湾的问题 不要 禁远一构石不要 美国不肯 那你敢不敢拿 不敢 至于近那些拿 门马祖拿了他 他缩回台湾 他更加快 宣布独立 也拿不到 因为晒势 意工难守 我们都知道 你拿海岛是最没意思的 如果他真的要抢回 他一定可以抢回 你又有空抢回他 他又有空抢回你 他不是很大工程 几百个海军陆战队 因为上高主是住一百几十人 你夹上去 他要不和你死过 要不就投降 不够打 打两个小时 打了你弹药 就要 打了两天 你补给不了 他就会投降 但你上去他又违回你 大约是这样的 你说海岛是没意思的 你一定要大军过境 当然他连去拿了 金门 马祖 金门主要的金门比较大 那就紧张了 就紧张了 但都没有了 好了 现在他说 美光的评估 危险性 不会高得过去年 平等时去 那时候 却不外乎打了几个飞弹 接着 半天就停了 因为 我们这些董军事就知道 那次他亏了水 因为老共亏了水 因为你打完飞弹 发现每一次你打 即刻 台湾已经知道 台湾已经知道 当然不是台湾 是美国知道 接着预测了 你降落地点 一早就知道 而且呢 而且呢 说给全世界听 你在哪里开射的飞弹 即是说你的发射地方 他都即刻知道 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真的打仗 第二个 你发射完 15到30分钟 你的飞弹机 就被我们的飞弹打回来 那你打什么呢 即是你 你可以 可以 即是 你有什么优势呢 到时 湖军一轮飞弹之后 你又要停 所以呢 他只是打个飞弹 就是军演而已 这个就已经压力最大了 因为你不会真打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就说他最大事 就是做回 做回阿平到时候 那样东西 他可不可以再多些呢 当时你记得胡锡进说什么 飞过台湾上去打过 我们的地方 我们当然有权飞 你又试试 你说不是国际法跟着吗 当然不跟 是不是 但是国际法的标准就放在那里了 他一飞近 24里 一定 放你下来用飞弹 或者用飞机 那你就下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继续加码 继续多些飞机过来 跟着就打上来 就是等于开战的了 所以没有的 他一个中线 就马上飞回头了 现在 不可以 所以上来你过中线 稍微停留下来 我都打了你再说 用飞弹 那你那些飞机不是很厉害的 只是苏27而已 未必够胆 不是一次会这样 你说我这么多飞机 没问题 跟你打过 打几架没所谓 虧得起 但不是这样 你一开始就没得停 大家都没得停 所以他不敢 老共不敢 所以今次 吵还吵 结果就是硬吃的 你会看着 我肯定他这次 不能够 有更高 因为他没有准备过 美国的情报看得很硬 你就相信美国佬 表面一阵 桌底一阵 现在看回他当时 阿平都要去 他做的 那些准备 Pigorsen 防止有意外 那些 滴水不漏 你快点瘋上来 这次也是 所以不是很安全的 他回到台湾的过程 也是很安全 美国会保护着他 要是被你打下来 你冒险 美国不冒险 因为你打过来 被迫着和你开战 这样 他的面子擠不下 他为了不想开战 他就会很安全 做到整件事 但他 能够做的事 现在最少 最少就是 他就会去美国见战 是 我刚才说过 杰 麦卡石的调 远远高于当年 李登輝访美 当时你都 打轮飞弹 做整个月军演 你去年都没有了 你现在 你可以说 没有敏感到 麦卡石去台湾就敏感一点 你估他就不敢去 他早就敢去 不过 安排了现在是这样 去美国见他 那我就想了很久 究竟他 美国这方面 算是退让了 还是 因为你可以坚持 蔡英文又来 麦卡石又去 那就好像高调一点 还是低调一点 但我认为 如果你比对李登辉那次 他就高调了很多 是吧 因为李登辉来到 是没有见过官方的 那他现在是不是官方 为什么不是 虽然他不是 他不是 国家代表 即是他不是政府 麦卡石不是的 他是议会 但是 如果 官方 美国政府不想他来 或者不想见他 第一你可以给压力 这个麦卡石 第二 你说不保护蔡英文 他都不敢来 他一定是保护了他 给他 胆子他才来 他一定要同意 美国人同意 整个安排是同意了 当然了 蔡英文也要同意 他有想去 因为你可以不去 叫你来的 你猜是 麦英九 大陆叫他去的 他就服他 怎样安排 怎样 叫你马先生 他都制 但是 英文 叫不叫台湾总统 人家叫了他 台湾总统 根本台湾总统没问题 不叫中华文购总统 国民党的人说 快点叫中华文购总统 他都敢在那边叫他 我就是不想叫 你笑他 笑他不敢叫中华文购总统 为什么要叫中华文购总统 叫台湾总统 人家叫了台湾总统 肯定是这样 得大不笑 但是这个已经是minimum 到今天为止 大家知道 麦卡锡已经是minimum 已经是 离开了 中方的正式反应 就是坚决 会坚决 反对 还有 有效措施 反制措施 但是怎样反制 我也想不到 除了开战 开战又不会 即是没有 可能都是打嘴炮 台湾方面的官方 叫你不要不叛赢 不要提高紧张 好像很 不要吵 但是你正在做那些事 已经过了 以前的界线 当然了 小事而已 我们说的是 铁香腸越处越过 整个氛围 不同了 我都说 去年也说过 平道士一去了之后 你看到西方列强 人 捷克的总统 总统 比台湾 台湾很小 虽然 国力也有点 直谷也有点 但是 你那铁锭 相对 大陆的铁锭 在国际上 但是人家都涌起来 这些政治的走向 虽然中国的东西越来越 越走向 军事撞突 但至今都看不到 除了找了一隻馬兄狗去中共 叫做我又來,你又搞我又搞這些外交 做了一輪事之後 去到尾,結束了這件事 隔了半個月,台灣人定下來 你覺得選民進黨好還是選國民黨好呢? 國民黨就告訴你選我便安全 不會有戰亂 選民進黨有戰亂 如果你是聰明的台灣人 你覺得有沒有戰亂 看你有沒有能力保護自己 和美國會否保護你 兩件事台灣人一般似乎非常之深水清 覺得自己保護自己就不夠信心 但美國加上日本加上 沒有人一起說保護你 非常之勞定 我們不是說他真的打下來 大家擺這個陣就沒得打了 美國一直做的事是避免真的打下來 但他要不斷在這裏迫 這樣他也不介意跟你打一場有限度戰爭 只要你不是大打就行了 他現在那種迫法就是喝到他 可能一下衝動就飛機飛過中線 砰打下來 或者那個飛彈真的會飛進去台灣的範圍裡 然後神套艦放過飛彈出來 打了你下來 原來這飛彈全部都可以控制住 即是下他面子 在軍事上下他的面子 其實美國是會做的 我覺得也會做 但沒有啦 我亦不緊張的 我不會勸大陸不要軍事冒險 打仗,大打我都看死他不会的,没有这个勇气 你少打你又会输给美国高科技,那怎样呢?除了隐气之外 所以结论就是,民进党会得着远远高于国民党 国民党纷纷纷被马英九害死,走去走一跨 但蔡英文女走一跨,对民进党连任非常之有益 至于台湾人是选对还是选错呢? 那就是台湾人自己决定了,因为都不关我们的事 好,讲完了